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會議 主席團在2022年12月8日舉行了第二次會議 聽取了主席團常務主席李家超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候選人提名情況的報告 在2022年11月23日去到11月30日代表候選人提名的期間裏面 有四十七人是領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參選人的登記表 在提名截止日期之前 有四十二位送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參選人的登記表 主席團經過審查 有四十二位名滿十八週歲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裏面的中國高聞 是送交了參選人的登記表 以及有十五名以上的選舉委員會的成員 是分別為他填寫的候選人的提名信 符合代表代表候選人的條件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辦法的規定 主席團確認上述四十二人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候選人 跟著第二份的公告就是我們剛才已經確認了那些候選人的名單 那些名字的排列就是按繁體字的姓名來排列的 我念一次 文永兒女 朱立威 朱葉玉女 吳永家 吳秋北 李引泉 李姓闊 李慧琼女 李應生 沈浩傑 沈慧琳 鮮汉迪 林天行 林志永 林信朝 姚祖輝 胡曉明 范俊華 寧有詩 女 孫偉勇 徐利 女 馬逢國 梁美芬 女 陳凡 陳勇 陳靜欣 陳仲妮 陳振英 陳振斌 陳萬奇 女 陳曉峰 黃冰芬 女 黃英豪 黃錦良 楊 楊德斌 雷添良 劉家強 蔡毅 鄭國傑 霍啟江 謝愛紅 女 鄺美芬 女 鄺美芬 這批就是 候選人的名單 賀 邁美芬 昏 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